哈喽 大家好 我是鲁蛋 钢弹今天处于换弹期 有我临时顶帆 同样是玩游戏 曲面屏给玩家带来的沉浸感和视觉效果 是普通直屏远不能比的 因此曲面屏也成为了游戏层性领域的新宠 不过通常来说 一款好的曲面显示器 价格也往往不会太便宜 但华硕却在它主流定位的Tof系列里 推出了这样一款新品 不到2000的价格 配有2K分辨率 34吋 1520大取率 以及180hz高刷 老实说看着参数还是挺要人的 至于能否成为下方们的新选择 本期视频就要咱们一起去瞧瞧 华硕这次新品的型号是Tof Gaming VG34 VQL3A 官方代号战影34 外包装没啥好说的 我们直接来看内部 不同以往其他的显示器 战影34的屏幕和Glb是一体的 玩家需要安装的就只有底座 节省了一步操作 底座有卡榫和快领螺丝设计 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过因为显示器的整体尺寸较大 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最好是找个小伴帮你一起取出 对于第一次动手的小白用户 即使不看说明书 盒子内部也有简易的安装示意图 细节值得好评 配件方面 战影参事一共有四样 分别是一条HDMI线 一条DP线 一条USB上行线 以及电源插头 没错 流星锤一样的设备器 显然是被做进的显示器内部 毕竟这么大的尺寸 对桌面空间还是要求较高的 设备器可不能再占地方了 外格方面 同为Tof系列 设计风格和我们之前体验过的战畅27 非常相似 正面比较简洁 三面角边框的设计 底下只有一个华硕的logo 背面则是机甲风格 服以棱角分明的线条点缀 对于显示器 特别是曲面显示器 大家比较重视的做工问题 手中的这台战役34 做的还是比较OK的 屏幕与边框都贴合的很紧密 即便是曲率拐点 也看不见明显缝隙 G&B和底供的做工也是比较扎实 整体符合一千大掌 高品质的特点 在使用方面 战役34支持上下升降 左右旋转 翻角等多方向调节 具体调节幅度如图所示 因为尺寸的原因 常用的左右旋转 角度是受限的 好在战役34支持微塞壁挂 在意的小伙伴 可以搭配接壁使用 只有特材方面 除了电源音频外 其他接口战役34一共有7个 还是比较丰富的 其中视频接口 有两个HDMI2.0 两个DP1.4 用原装的DP线实测 是可以达到2K180hz 8bit输出的 至于拓展接口 有两个USB-A口 一个USB-HOP口 这个HOP接口 是方便用户 拓展其他设备使用的 比如键盘鼠标等 除了以上常规机口外 战役34还在GiB的顶部 做了特殊处理 可以安光 補光灯 相机等设备 如果你正好有直播方面的需求 那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 最后 这么大的显示器 占列空间表现怎么样呢 经过我的手动实测 战役34三角底座 很向大约宽 中向大约宽25厘米 对桌主的长度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宽度嘛倒还好 这也是大屏显示器 很难避免的缺点 因此大家选购时 还是得结合自家的桌面尺寸 进入显示器的工程模式 我们获得了 战役34的面板型号 DW340ECF 由评固网中 查询不到它的相关资料 所以这个型号 应该是内部编码 因此这里 简单给大家过一下 它的官方参数 战役34拥有34寸屏幕尺寸 屏幕比例21比9 采用曲面设计 曲率为1520 其分辨率达到了3440×1440 换转下来 屏幕PPI约110左右 因此精细度方面 比同尺寸常规二盒屏更高 同时 这款显示器 支持高达180Hz的刷新率 能提供更加有效的游戏画面 虽然查询不到面板资料 但官方已经明确表示 这是一块VA屏 说实话 对于这点 我其实并不意外 毕竟目前绝大多数 曲面屏所采用的面板类型 均是VA 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相比于IPS面板 VA面板会更加柔软一些 可以更轻松的实现 更大的弯曲弧度 不过VA面板 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点 那就是它的最高亮度 和色带表现 一般是不如IPS的 所以战影三世的屏幕数值 我们还是得实测看看 这里我用翘子仪 搭配GISPLAY软件 测试了屏幕的三种模式 其数据表现如同所示 在默认的比赛模式下 其涉意覆盖了99.7%的RGB 87%的RGB 91.7%的Gate IP3 在影院模式下 其涉意覆盖了97.7%的SRGB 78.4%的Adobe RGB 88.7%的Gate IP3 在SRGB模式下 其涉意覆盖了99.7%的SRGB 86.8%的Adobe RGB 91.5%的Gate IP3 至于亮度和色准方面 三种模式下的亮度 均能达到300L 虽然不如常规IPS 但室内使用也没啥问题 而色准方面默认比赛模式下 其色准平均达到了0.29 影院模式略高些 有0.51 SRGB模式和默认的差不多 只有0.31 这里看来默认的比赛模式 明显是调校的要更好一些 池车数据展示完了 下面也给大家放几段 失败画面感受一下 就数据和观感而言 赛尹三世所使用的这块VA屏 色彩方面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非专业生产率用户使用是完全够了 那接下来是Gain其人系 最重要的刷新率和残影表现 首先就是UFO测试 这个主要测试的是 其人系人后跑满 其标注的帧数 在原生165Hz刷新率下 用1.40的快门速度 和1.10的快门速度 分别进行抓拍 得到的结果是4格和16格 中间没有出现断层和跳格 而像这样操作 在OSGX3里开启超频模式 显示器就能跑到 其宣传的180Hz了 同样用1.40的快门速度 和1.10的快门速度 分别进行抓拍 得到的结果是5格和18格 中间也没有出现断层和跳格 说明符合起宣传标准 接下来是长影表现 战影参事可变OK档位 从未开启到5档 一共是6种 我们全部测试了一遍 大家也可以看看谁更好 我个人感觉默认的三档 就很不错了 应该也是专门优化过 这个长影表现和1档 是几乎差不多的 一人测试下来 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用曲面屏玩游戏的体验 首先就是经典末版 鲁瓦鲁 这个赛季 由于低头的改动 使得玩家很容易被草双里 埋伏的一种宝菊花 但如果利用曲面屏 视野开阔的优点 对面想揍成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通过录制回放可以看到 普通34寸神器的画面 是明显要更窄一些的 而更大的视野 能够带来更多的对单信息 帮助玩家做出更合理的决策 无论是普通玩家 还是热衷于上分的大手之们 都能起到一定的帮助 当然除了末霸游戏外 能够把视野优势 利用起来的游戏 还有LPS 这段刺激瞭望塔的画面对比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更大的视野 能帮助大家更快的发现敌人 当然如果要说 最适合曲面屏的游戏类型 那还得是看赛车 大尺寸曲面屏 带来的沉浸感 是普通显示器根本没法比的 军不见玩牡猎器的老哥们 几乎都人手一台吗 作为一款主流定位的 电竞曲面屏 战役34 拥有着丰富的接口 和触彩的色调表现 1520大取率 搭配21比9的屏幕比例 能给用户 带来更加沉浸的游戏体验 以目前首发价 1799元来看 下笔 确实没得说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还请长安大拇指三连支持一波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建议 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鲁蛋 我们下期再见